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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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晨 我見到很多好朋友來著影場 今天可能會要兩個語言 要互動一下 我們先播一個片段給大家看 這個是我在網絡上找出來的 有關武俠世界裡面的一些改編的電影 因為比較早 所以大家可以看這個音樂 強勁的音樂以後我們就可以 是的 那個人 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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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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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用台語 即是用不同的語言來介紹這本比較特別的武俠雜誌 如果大家看到 首先大家可以看到 如果剛剛遇到你的椅子 就是一張明信片 那張明信片就是我們很辛苦找到一張 一本 即是在1959年4月1日出的《武俠世界》的創刊號 在那裏就是我們做了一張明信片送給大家留念 一會兒如果大家還留下的話 現任社長沈西成先生可以找到簽名 挺有價值的 這些雜誌現在我絕對相信 在香港或者世界華民市場面 還可以生存到差不多接近一格子的雜誌 即是現在還在街上出的雜誌 其實就真的不是很多的 很有紀念價值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 我就是私人來 其實我都是來自大陸的 所以我的國語是可以 因為我都是來自大陸的 大陸出生到香港 另外還有沈西成先生就是《武俠世界》社長 另外還有兩位嘉賓就是台灣的林教授 重要大陸來的顧先生 我找他們先 可能北京大陸 大陸北京一樣的 我們不要分區吧 OK 然後找他們先介紹一下自己的背景 教授 我廣東話雖然會一點 可是還是講普通話會更流利一點 我本身是台大中文系拿到博士 然後曾經在淡江教過書 目前是在台灣師範大學 那大約在二十年前 我開始決定投入到武俠小說研究的行列 經過二十多年的努力 稍微的有一些自己還覺得不會太丟臉的成就 也算並沒有冤枉走了這二十多年的路 在整個研究的過程當中 我比較關注的是港台的新派武俠 當然這個武俠世界在它創刊的時候 我還是非常非常小的年紀 然後這一本書在香港 儘管在台灣也有 可是是零零星星的見到 不過剛剛放的這個有關武俠世界裡面的作家 所寫的武俠小說改編的電影 那有一些我本身不敢確定 究竟是哪一部的小說改編的 比方說波隆森的雪花神劍 那雪花神劍在我的印象當中 波隆森的正式的真書裡面 並沒有這一部這一個小說 那為什麼會是有雪花神劍 那裡面的內容到底是怎麼樣子來不曉得 不過仙赫神針 卻是沃隆森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部作品 那其實它在台灣版 並不叫做仙赫神針 而是叫做飛燕金龍 裡面的這一個人物的名字都是有改編的 當初好像我記得是用金銅的名義 金銅的名義在香港發行的 那台灣的這些作家有非常非常大批的作家 幾乎差不多可以叫得出名的作家 他們都以香港的武俠世界當成他們的作品的發表原地 那這一個呢 假如是說有人願意把整個這樣子的 有關的這一個武俠世界 從第一期創刊到現在 整個這個目錄把它整編出來的話 我覺得對武俠研究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貢獻 那在我印象當中 這一個呢 武俠電影我是從小到看的 所以看到剛剛的這些黑白影片 我心裡面覺得非常的親切 不過呢 當初在台灣上映這些香港的黑白的武俠片的時候 都是閩南語配音的 這一個大概呢 只有我在我這個年紀左右的人才可以看得到 後來就逐漸改成了國藝的配音 而且呢這裡面呢有很多都是非常重要的作家 武俠小說直接改編的 這改編的方式呢和這一個後來 這一個呢 作者和導演啊 在這裡面這個呢 把原作改得這個可以說是面目全非的方式 完全不一樣 比方說我以前看這個《碧落紅塵》 這個呢 諸葛青的《碧落紅塵》改編的這一個連續劇 這個電影 這總共是五集 總共五集 基本上面這部小說我當初看的時候 和電影是差不多的 不會有太大的這一個改變 然後呢也非常非常的受到歡迎 當時的許許多多的一些這一個演員 從這一個最早期的余樹秋開始 到後來蕭芳芳 陳寶珠 曹達華 張英才 曾江 還有時間 這一些這一個演員啊 我都是非常非常喜歡的 儘管他們呢 有的是演俠客 有的是演惡人 可是呢對我來講呢 都是我當初呢 夢想的武俠世界裡面的一個 非常重要的這個人物 那我也知道 這一些這一個武俠電影 在香港有非常深遠的影響 因為呢早在呢這一個呢 1950年代的時候 像關德馨這老先生 他呢單單主演黃飛鴻的電影呢 據說就超過一百部之多 香港本來呢 就是武俠非常非常 這一個繁盛的一個基地 那台灣的武俠作家 在這一個香港呢 也有非常的這個重要的影響力 例如說這一個 後來在香港的一些人的 心目當中非常重要的 如來神掌 如來神掌呢 我相信呢在座的很多朋友 都非常熟悉 其實呢 如來神掌是 柳禪陽的一部小說改編的 不過呢 他並不是用如來神掌 他是用天佛掌 的這個名稱出版 那呢這裡面呢 這一個呢 火銀學神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甚至呢 連後來的這個周星馳 在這個呢 打演功夫的時候 都有這樣的一個角色 那呢 可以說是 這個呢 香港人家喻戶曉的 而至於呢 在這裡面的 這個反派演員時間 因為呢 他這個 老是演電影裡面的壞人 所以呢 這個呢 時間就變成了一個 堅韧的這個代表 這個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 那在我的這個 成長的過程當中 我一直跟武俠呢 幾乎是脫離不了關係 因為我自己本身 受到身體的這樣的限制 而呢 文學裡面的 武俠小說裡面的 無垠的想像的空間 就是我呢 心靈活躍的 最大的一個場域 所以呢 我往往非常自在 而悠遊的 能夠呢 進程在武俠小說世界當中 而也正因為如此 這也是在我後來呢 決定呢 選擇我自己的 未來的 學術的一個領域的時候 我呢 把我以前 讀碩士和博士 所專精的這些課 這些專業 全部都放到一邊去 我覺得 我有這樣的義務 也有這樣的一個興趣 來做這個武俠的研究 那這一個呢 後來呢 也寫了一些 有關於武俠的這些書 那這一個呢 當然呢 裡面多多少少會有 一些不足的地方 可是我是覺得 至少我做了一些工作 而且呢 我很認真的在做 謝謝教授 這個真的 武俠就是 對我們的影響其實很大 然後這個特別是 先生這個教授的 身體的狀況 然後特別 我就估計應該是 對武俠那種 天馬行空的一個畫面 跟 就是用腦袋 用腦袋去 行俠仗義 對吧 OK 我們介紹另外一位 是來自北京的朋友 顧先生 喂 大家好 我叫顧真 我跟林教授不一樣 林教授是學者 我只是一個民間的這個武俠愛好者 主要呢 是 策重於呢 這個小說的文本 還有史料的搜集 所以呢 這個在簡介上 大概也介紹了一點 這個 唯一能拿得出來的作品呢 應該是我從報紙上結集的 環珠樓主在早期的 環珠樓主的散文集 那麼之所以能夠有幸呢 參加咱們這個會議 這個得感謝這個沈先生 還有這個實會長 另外還有呢 底下做的 著名的香港的武俠作家 西文丁先生的這個邀請 西文兄您能不能站起來 給大家看一看 這個因為這個 西文先生是咱們武俠世界旗下的 非常重要的一個作者 號稱這是後期的三劍客之一 那麼之前的前輩呢 像這個倪匡先生呢 這年紀大了 無法出席 所以呢 我之所以能來呢 另外還有一個呢 就是說呢 這個和大陸的這個 愛好武俠小說的朋友呢 我們大家還是搜集了一些 武俠世界的這個雜誌 這個剛才林先生提到 如果能夠有誰能夠把 武俠世界的目錄整理出來的話呢 這件事情呢 可以告訴大家 已經開始了 只不過就是呢 這個武俠世界到現在呢 已經有差不多兩千期 我們的收集呢 雖然有一千五六百期吧 但是還有差距 所以呢 我們還在繼續的努力 而且這個工作量確實也很大 但是呢 假以十日 應該還是能夠搞出來 給武俠世界做一份小小的貢獻吧 就說到這裡 謝謝大家 這個我聽到很高興 這個我最近我就一直跟那個大哥在討論有關這個武俠世界 希望可以在一甲值這個連這個時間裡面我們辦一個展覽會 因為我之前我在03年如果大家有有注意的話 我是在幫李寬老師辦了一個威士尼50周年的一個展覽 我希望可以下一個我可以努力我們跟我們這好朋友 一起來搞一個武俠世界的一個這樣的展覽 所以今天的一個講座 我特意要求我們的這個會展幫忙 然後找一個這樣的機會 做一個這樣的主題 然後做一個整個活動的一個起點 然後下一步當然我們要請這個現任的社長來講幾句 我們用廣東話還是用上海話 廣東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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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朋友非常開心 你們來到今天的這個會 我來之前就 內志就吩咐我 他說你又不要講那麼多話了 就給一些時間給一些嘉賓講 因為我平日講得太多 不停口這麼說 我講幾句就留給林教授和顧先生介紹一下 我們這本《武俠世界》就不是我的創辦 在1959年 就是我以前的社長羅賓先生去創行的 他創行是否喜歡武俠小說呢 就不是 他純粹為做生意 為什麼呢 當時1958年 金蓉先生出了一本《武俠語歷史》 發表他的武俠小說 還有張夢環先生的武俠小說 在一起就非常之兇動 你知道我們羅社長的人 一看到有利可圖 就要繼續出一本 另外一個原因 他就很想和金蓉先生公平競爭 你有武俠語歷史 我們也有武俠世界 為什麼有《俄龍生》 剛剛林教授說的那本書 叫《非現驚龍》 變成了《先學神針》 有兩個原因 第一 他就要改名字 因為他的公司拍電影 叫《先學廣聯》 所以叫《先學神針》 另外 他要《俄龍生》改名字 並不是說 俄龍生先生的筆名不好 是因為 他有金蓉 我有金蓉 我有金蓉 和蓉都差不多 可以揮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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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原來真的是人家的金仙 我金仙後就不行了 就得不到金 所以就有這個惡龍生 我們的《本武俠世界》 是由1959年4月1日創行的 很多人都誤以為1958年 我們坐中有一位先生 成師名仁毅 就是百爪魚 很冷 他就找到告訴我 原來是1959年4月1日創行的 所以說要到後年 就剛剛60年了 你知道師人那個人問我 他說是不是做到60年 就受中正寢呢 我說我都沒受中正寢 想想想都是不好了 因為領教授說不行了 這個雜質這麼好 怎麼可以不讓他出下去呢 所以領教授說不要緊 我出錢出力 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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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說出人民幣 他們出體幣 我們就不出了 港幣我們不出了 所以讓他們兩個來 他們又先 因為他們兩個 現在都不是為寫稿 生活的 他們有自己的工作 說笑而已 最多不行的時候 就學鄭大班 你們來捐錢 捐錢就可以生存 我去D100港元學到一件事 原來可以捐錢可以生存 所以我來武俠世界 如果萬一兩位先生支持不了 你們捐錢 我們可以繼續運營下去了 還可以繼續出糧 說笑而已 我們知道 坐中的另外一位我叫我哥哥 又喜歡寫武俠小說 叫做奧飛揚先生 有沒有在這裡 起身給人摸一摸 奧飛揚 他就由此至終 你們在香港文壇 知道有一位先生 叫董啟章 就要寫純文學小說 我很佩服 他就自己家裡寫 太太就去打工 我們在武俠世界裡面 也有一位奧飛揚先生 他就在家裡寫武俠小說 太太去上班 這兩個人都是一對活寶 精神令我讚嘆 我也想這樣做 不過我內子說不行 餓死我 你去做事吧 而且不能夠做得少 要做多一點 一個星期講幾天 去網台 又要來主持講座 又是被袁先生捉來的 我覺得也算了 但現在我們這個武俠世界 真是說真話 處於風雨飄零 為甚麼呢 那些紙媒是全香港是跌址的 那麼我們的本武俠世界 必然是跌 如果我們這些銷路非常好 就騙你們又騙自己 那麼我們的經營 因為我們有個朋友拍檔 是有印刷廠的 很便宜 又不算我們租 有些稿件 在內地的朋友 是因為網上 賣給我們看燈 就不用付稿費 有些是救了新用 在種種的惡劣條件下 就可以勉強生存 現在的銷路 是周刊 每一期都有兩三千本 我告訴那些朋友 聽到那些朋友說 多好銷路 不是 以前我們銷了兩萬本 現在不見了那麼多 還好銷路 原來漫畫 有些都是只有幾千 所以比對起來 我們這個武俠世界 算是不錯了 拿人的稿費用不給稿費 不找印刷費 不交租 都可以存在 我們還可以請顧先生和林教授 不收錢 來跟我們說 對他們支持我們 這就證明這本書 有很多讀者對他有感情 很多時 有些讀者在禮拜二 在報攤 看不到 就打電話來 第一句問 我聽到很過癮 是不是撿了一顆 沒有撿 我說我還沒撿起來 怎會撿一顆呢 所以他說 不見了就以為你不出 他們變成精神糧食 我想想 如果我們六十年後再不出 就好像他們少了精神糧食 有甚麼事的時候 就怪了沈西成 有精神病 因為你不出 有些讀者 尤其六、七十歲 七、八十歲的老人家 很兇的 喂 我在那個大坑東不見 你想怎樣 不出 就是比我更兇 所以我們希望能夠六十年 做完幾年之後 不但要出 又希望 讀者捐錢 我的朋友有錢 那些億萬富豪 慷慨解囊 將它支撐下去 有林教授和顧先生的稿件 和版本 你看看這本 顧先生 他完全是把我們一頁一頁的封面 拿開到其他門看 十十年來的心血 哎呀 不看不醒 看見甚麼 喂 我們自己都沒有傳書 顧先生 弄了一千多本 一千六百多本 你看看 我們 你知不知道我們的創有多少本 兩百本 他一千六百幾本 你說是不是 我沒有辦法 不佩服 沒有辦法不佩服 那麼林教授就很厲害 他昨天送了一本書給我 我回去就看了 看了之後 那個屁股不得了 別說 他寫了這麼多的理論 是真的不得了 即是他的理論寫得很好 譬如他批評鄭峰 他說雖然是呂金融 但與金融相比 一個是高山 一個是小優 將來可能得 現在還未得 又說黃逸 將這些時空的交錯 已經寫到盡了 即是再寫都沒有了 言下之意 落落去似乎只有金融 或者他們的司馬寧 他特別強調司馬寧先生 司馬寧 他說這個是夢塵的名書 即是說 其實他是一流的 但是我們的讀者 疏忽了司馬寧先生 林教授這麼說 我是非常感動 因為這個司馬寧先生 他的大哥是我的老師 他本來是香港人姓胡的 對不對 所以說我們以後 要多看一次司馬寧 因為司馬寧的小時候 沒有書記 金融的 金融先生 也跟我們說過 他說在台灣 司馬寧的小書 令到他很佩服 但是很可惜 我們這些人 沒有甚麼注意到司馬寧 昨天我讀了他們說的 我覺得這個司馬寧 是應該值得我們進一步研究的 另外 顧先生 也搜集了很多資料 說了一篇文章 說白魚 公白魚 公白魚 不是 公白魚 我看到公白魚和白魚是一個人 原來寫武俠小說是用白魚的 對不對 他那篇文章很有意思 我覺得 為甚麼這個世界上 這些蠢人 不值時間去炒樓 買股票 研究武俠小說 但是這些笨人蠢人 往往才有良知 有熱情 因為我們這個香港社會 太多人 只以金錢來涵量人的成績 沈大哥老了 就不是這麼想法 所以經常跟同學和朋友頂頸 因為他們很多都是億萬富豪 小弟銀行存款兩萬 於是他們經常頂頸 他們說這個人要賺錢 那麼賺錢的人 最近有些賺錢的巨大坑 都被人在中環和灣仔貼大字報 說他無良的 暫時沒有人貼沈西成 無良 所以我覺得很欣慰 我講得太多了 我希望你們多些支持這個武俠世界 老方的時間給林教授 顧先生多講一點 好不好 如果說武俠世界的話 當然最重要是講他的社長 所以大家可能對他不太認識 然後我這裡有一個短片 是蘋果日報介紹的一個短片 給大家看一下 大家應該可以了解一下 有關他的社長的出身 2015年7月11日 是服務香港56年最後一份新報出版的日子 對於新報停刊 沈西成覺得很可惜 因為他年輕時 曾經在這個位置的新報做較對 不過當年的舊堂樓已經拆卸重建 十多年前 沈西成為新報創辦人羅賓 創辦的雜誌 武俠世界做主編 當年就是在這座 行內稱為新報大廈的地方上班 今天還不臨舊地 有另一番感受 十多年前我在這裏上班 就現在今天十多年就回來 以前是社長告訴我 這裏它賣了 懷舊大廈 就全部賣了 那四層樓就被人去做這個老人院 但今天我來到就發現老人院不見了 只剩下一間很新潮的餐廳酒樓 真是往事如煙 完全是兩回事 雖然申報大廈免目全非 但有關羅賓的點滴卻幾億猶新 當年沈西城的辦公室 是三樓靠邊的房間 上面全層四樓都是羅賓的辦公室 他這樣很流行 在那個辦公室裡 突然閉上眼 就想到了 很厲害 唯一最大的享受就是工作 除了新報之外 作各類小說和電影公司 他一個人支持 新報等於羅賓 羅賓等於身體 沒有他就不行了 羅賓是2012年病逝 現在由羅賓主辦 又仍然出版的刊物 就只剩下沈西城主理的武俠世界 羅賓主辦公室 《舞合世界》的創作人,羅賓先生,雖然他是一個生意人 但相信對香港的文壇影響很大 但我想他一生人都猜不到,他最後一本會留下的雜誌 反而是一本他認為不賺錢的雜誌 這本《舞合世界》其實到現在還存在 我聽沈大哥說,他說他的兒子,當然不是兒子 應該是很大年紀的 他還是要定期寄書給他看 這是多難得 我再加兩句,很好笑 因為我們《舞合世界》 其實做社長有幾個 羅賓先生是社長 第一任的總編輯,叫做提風先生 也是《舞合小說名家》 是五百年的時候,他已經寫《青宮劍影錄》 第二位叫鄭仲 一直做了很多年 一直做到1996年 因為他移民到西雅圖 羅賓先生就叫我去做 後來羅先生,羅社長告訴我 他叫我去做主編的時候 有很多人跟他說 他說,香港有這麼多會拿筆的人 你為什麼可以選到沈西城呢 他很浪浪浪浪浪 說多個菜啊,跟你做這本 他說,不是啊,可以了 事實就證明了,羅先生有目光餘懼 這些不同的幾個 也不算是很朗盪 ru cerc W неп算朗過 朗着其實都可以做到現在 所有羅賓先生的雜誌 還有台灣的葉洪生先生 他們都是對我們好 還有一班上海北京的朋友 都是很熱愛我們 精神上的支持 老實說這本書現在是虧本的 不過就不要緊 是虧過印刷的謝先生 不是虧我 那就算了 說真句 謝先生也算是這樣的 肯支持下去 現在香港的 我很多朋友跟我說 沈不要 他說你做甚麼 又不賺錢 接了他 你知道做生意的人 通常跟我們拿筆的人 有很大分別 如果相信他 就沒甚麼意思 所以我們經常爭辯 爭辯後他就賣單 沒所謂 所以 今天這個舞台世界能夠繼續做 還有詩仁藝 即是我的弟弟 他很賣力 他跟我說 今年這個會 這個聚會 他要講一個六十的甲子 他主吹 我們有位袁先生 就是貿易發展局的 快升任做總裁了 十年後 他說 他說 樂以支持 所以有這個會 你知道我們文人 寫文章都不可以一般 但要組織 我們的力量很差 寫作人 就算是藝康 都是不行的 不是我們的長處 是需要這些朋友來幫忙 又有讀者的支持 才可以繼續撐下去 不過你放心 我已經想了一個方法 剛剛說了 一 勸那些億萬富豪的朋友捐錢 第二 又叫讀者捐錢 向鄭大班 經漢先生學習 我相信不會倒閉 六十甲子之後 七十八十 直至我不在 我夫人都會繼續做下去 好嗎? 謝謝你 《舞靈世界》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投稿 投稿的一個作家 就是藝康先生 這次我故意錄了一段影片 不過我沒有字幕 我應該叫他講廣東 國語就會比較好 但他講廣東話 大家聽得不太清楚 一會兒 因為時間比較急 我就沒有再做到字幕 但可以讓大家聽聽 不明白的時候 到時我跟沈大哥 就會再解釋一下 是 翻譯到的 我們先聽一聽 魏先生究竟在《舞靈世界》的時候 究竟跟羅賓先生的交往是怎樣的 這段影片其實是一個星期前我幫他錄的 我都是講講稿費 加稿費 我以為他第一期我就看了吧 我一般都要看《舞靈世界》 突然有 他如果在1959年創刊的話 我那時已經開始寫《舞靈世界》 一定看的 我從頭到尾沒有透過《舞靈世界》 那本《雜誌》去告 我全部都是同聲報寫的 如果報紙登完之後 他就移去雜誌 再登登 登完之後再出書 就是這樣步驟 這是出版社安排的 我不管 我總之交給出版社 是交給聲報的 《舞靈世界》 他很熟悉的 《雜誌》 《雜誌》 他見了幾十幾十次 有勾稿 又拿稿費 又聊天 很多次 都不顧得所有的朋友 因為他是一個典型的商人 其實他自己對魔術也不太知道 但是他也很努力地提倡 沒說出來 因為魔術也消了好 可以幫他賺錢 他是一個典型的商人 到他私人交情談不上 你就可以了 而無上的流浪 很頻密 他很快從開頭寫的故事 很低的 就是不夠十元 我幫他寫 你黑客無難花我最記得了 以次十元一千字寫起 一直加一加一加 加到六千幾元一半 加到六十幾七十元 他說幾五十元一五十元 我說不行 我絕非我不捨了 一定要加 他可不可以跟我說好坦白地拿 好 算給你看 算盡了 你要加到七十元 沒有錢賺了 我說好了 大家不捨了 生意來往 你如果再加我 我便再寫下去 不加我便不捨了 今天他計算多了 他說我相信他真的沒得賺 因為他是生意人 他說有得賺他 他為何不加給我 他真的計算多了 沒得賺了 他沒得賺了 我不記得 莫蘭花最後一本 何時寫 我都不記得了 都不記得了 不過他那一刻都算過得去了 可以維持生活 你如果一個月 你如果一個月寫得寫 一本莫蘭花的話 幾千元都過得去了 寫基本好賺 寫基本漫漫升 基本容易寫 很多很多 最近馬來亞有一個人 拿他的阿爺藏我的書 拿出來拍賣 都有三百多本 被北京的人賣上去了 我寫過很多漫漫小說 都沒甚麼動作寫來往 只有自己寫自己 你一天寫一萬多二萬字 已經忙到死了 不然怎麽辦 普通來往的朋友 反而都不是寫過我的朋友 而且那些朋友 在一輩子的時候 雖然大家都在作家 從來都不討論寫過問題 很奇怪 但是寫作的朋友 不喜歡跟別人討論寫作問題 寫作是一種好多 那些人從行業來看 都自己有自己的語言 好像其他人我沒有寫 我最討論聽人講 給這故事我寫 我說你自己寫 你自己寫 不要給我 這次的書字的主題是沒有文化 有幾個作者的題都不看 但是這幾個作者都是沒有世界書 很重要的作者 有一個叫根封 不見題了 好像被人忘了 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叫提風 當時很控制的 武俠書作家 又不見題了 提風元女萬利斯之類都幾典型 寫超公小說 寫都幾典型 有些南派武俠書作風 他繼承我是山人 我佛山人過去的路寫下來 後來不只寫下不寫 後來根封 根封的作品都不錯 都好看得過 有個時期根封 我只見我 應該寫大場面 應該寫大場面 快小場面 我不理他 他出來張夢幻又沒有 張夢幻 他奇兵出生 他自己說他奇謀很厲害 剛剛魏大哥的廣東話進步了 我全部聽得懂 你們也聽得懂 他剛剛說到 我們這次主持 搞武俠文學 沒有提到那幾個 不是的 弟弟今晚會提風 會提到張夢幻先生 我們沒有疏忽 我提風會有馬雲老大哥說 張夢幻跟我非常之熟 所以我覺得魏大哥 都是一個有心人 他也是很不滿意 只是說金融藝漢 有很多是可以的 為什麼你們不說呢 還有一位石聰先生 也是武俠小說名家 也是我們武俠世界創案的時候 他已經好像有寫的 這個石聰很怪 他除了寫武俠小說 他寫愛情小說很好的 他的筆名叫上官木 我小時候就經常看 不過他過世得很早 就影響了他的成就 所以我們香港有很多 好的武俠小說作家 被人忽略了 今天我們在中有一位 他的頭髮已經白了 但年輕的時候 非常英俠 成為武俠的 就是西門丁先生 同時 在七十年代 八十年代 我們這個武俠世界 有三劍俠 一個就是西門丁先生 一個就是龍成峰先生 一個就是黃英先生 現在這個三劍俠 就剩下西門丁先生 一個是黃英先生 一個龍成峰就像浸峰那樣乾爵 不知所蹤 只剩下一件合 但現在他也是 沒有不捨武俠小說 因為可以公發表的地方 不是太多 所以我覺得 我們都應該在 有時候 都會將這些 好像蹄峰、西門丁、龍成峰、黃英、金峰、石聰 這些作家來講一講 關於金峰先生 我就不太熟 剛剛我聽到大哥的廣東話 好像他跟金峰很熟 但你錄一錄一錄 叫他講一講金峰 因為我們跟金峰的資料很缺乏 聽他的說法 金峰寫武俠小說 英國先過藝康 因為他指點他寫大場面 他不知道我們大哥 最能寫床上場面 那些浪子高達 我很同意魏大哥說的 寫作真的不能討論 我跟他的交往 我們從來都沒有說寫作 我們只是說喝酒 把那些屋卡 放進冰櫃船出來 好像禽漿一樣 非常好喝 即是我們不會說寫作 他也沒有教過我 年輕人怎麼寫作 沒有的 所以我跟他一樣 都不贊成 做什麼文學講座 指點別人寫作 金峰寫得這麼好 他不會指點人 也沒有人指點他的 所以如果你們有心去寫作 多點看 多點寫 多點觀察社會上的事物和人 加上你們自己的天分 就可以寫出來了 是不需要你們去參加交流會 一會兒去福建一會兒去北京一會兒去 去寧客一會兒去哈爾濱 喝喝吃吃 真的沒有別謠的 我真的不贊成 魏康先生支持我不贊成 查先生也不會贊成 寫作是一個很孤獨的事 你在房間裏面對著書桌和燈 就是把你所想到的 平時看的東西 用你的筆寫出來 是吧 至於你能否得到讀者的喜歡呢 這些真的很難說 因為有時寫作等於拍戲 都是要講阿運的 你看我們劉德華 紅了那麼久 他最擅長的優點就是勤力 勤力就行了 所以有時要講一下緣分 有沒有讀者緣 有沒有觀眾緣 這些都很重要 但是少些參加交流會 文學講座 他自己都沒寫小說 教別人寫小說 好像胡谷仁一樣 所以有時有些事情 你會好心做壞事 我覺得最好通過大家聊天 說笑 反而會增加你對寫作 一本正經 就是沈西成臭 就是搖下頭 不要太過正經做的 現在香港社會這麼撕裂 這麼緊張做什麼呢 所以我們叫詩仁毅就好 他經常玩動漫 他是動漫集團的主席 經常動 經常慢 OK OK 剛剛說完社長 然後我們下一步就 剛剛李寬老師說的一個作者 我這個可能請兩位嘉賓 講者去講一下 有關武俠事件裡面的一些作者 對他有認識的 然後當然這個有一個 我剛剛看PT裡面 這個有一個三個代表 是香港的 當時候其實也影響到 我們的新派的武俠的 其中三個 不過 不過就 因為他們都有 每一個人的命運 都有一點不同 所以這個可能要 李教授可以對他們三個了解 因為新門町我們就可以 可以比一下 現在跟以前就差別很大 新門町先生 說我是覺得香港的黃英 是其中寫的 最好的一位 那這個呢 甚至呢 他的成名作 《大俠神圣衣》 其實呢 整個就是脫胎於 這個儲留鄉的 這樣的一個形象 那 黃英的整個這個風格 他也是走這個 古隆後期小說 喜歡走的這個 所謂的推理的這個路線 那整個這個 武俠小說裡面的氛圍的 渲染 尤其是呢 他比較喜歡走這一個 比較詭異的這一個路線 那這一個呢 基本上面我個人是覺得 相當相當成功的 不過話又說回來 這一個呢 古隆這位作家是非常非常特殊的 這一次的這一個香港文學 這一個書展主題 武俠文學 之所以會把 其實呢 跟香港關係不是非常密切 只不過呢 他有一些作品呢 在這一個香港的這個武俠雜誌 上面發表 所以呢 列的進來 這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原因呢 是因為 假如武俠世界少了古隆 那呢 他將會是怎麼樣的一個世界呢 單單只有金庸 當然是光芒旺障 可是呢 少了古隆 似乎呢 就少了一個更易要的明星 古隆呢 像這個他的這個 流星蝴蝶劍一樣 他就是一附天外的流星 當他化過天際的時候 他展現出來這個光芒 是非常炫目 耀人的 他和這一個呢 一般的這一個天上呢 他的恒星不太一樣 他是永遠發光 可是呢 這一個呢 古隆的這一個小說 他能夠在非常短暖的時間 燃亮了所有讀者的眼睛 我自己本身一直是認為說 古隆是一個鬼才的這個作家 這個所謂的鬼呢 是指呢 他想像上面的奇鬼 而呢 這樣的一個想像的奇鬼呢 儘管呢 在後來的這些 新的作家 極力地想要去模仿 可是我覺得 有很多東西呢 所謂的是天獸非人利 那這一個呢 在這一個所謂的天賦的這個能力上面 黃映可能會稍微的還是弱一點 畢竟老實講 金庸古龍是兩座呢 唯額的大神啦 那這一個呢 許許多多的後來的這些作家 對他們常常都只有呢 這個高山養子的份 儘管呢 很想要呢 攀越過這一個山頭 開創自己的世界 可是呢 這個多處的人 因為山實在是太高了 所以呢 還是呢 指得非常委屈的 能夠在他的半山 要形成一個 制成一個的這個風景 這樣子也已經算是不錯了 而在這些風景當中 毫無疑問的 我個人是認為 黃映是古龍在這一個系統當中 表現的最優異的一位 那我是蠻建議 這一個呢 在座的這個朋友 有機會的話 可以去讀一讀 黃映的這一個武俠小說 想來一定是別有一帆之味的 那 冬乘風的我就不敢太多說 因為看的不夠多 那我想呢 看過龍成風的 反而西門町先生的呢 我都沒有看過 今天晚上開始看好不好 謝謝你 好 好 好 然後 顧先生也說一下這個 也不一定這三個 不過這三個老實說 我跟你說 大家可能你們台灣跟大陸的不太了解 可是對我們來講 香港本土的 其實是很重要的三個作者 龍成風我認識他是他做漫畫 他出了漫畫也是漫畫 所以是生意失敗以後就不見了 黃映最近我跟他有一些交往 因為黃映 黃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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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香港一個很出色的廣告人 大家如果上網查一查就知道 我不想介紹這麼多 今天就跟武俠無關 不過又是我們福建晉江的朋友 今天還有一個四大名部的電影編劇 三部曲的編劇 蕃茄 如果大家有看過 就是四大名部的電影 我們可以拼音劇 剛剛前方介紹一下 然後郭富先生可以談一下有關 這三位還是其他有關 你覺得認識的武俠世界裡面的一些作者 好 盡我所知跟大家交流一下 先說三位新見客 剛才林老師已經大致說了一下 他們在小說創作上的成就 這方面我就不多說了 那麼稍微說一點的是呢 就是這三位作家呢 他們的風格呢還是不一樣的 這個西門町先生呢 他呢仍然是中國的傳統小說的路子 然後加了一些呢 這個偵探 是這樣一種方式 相對的傳統 黃英和龍成生先生都是走的古龍的這個路子 那麼剛才林教授說了 黃英的成績呢更高 而且他的這個小說的 氛圍的創造 還有這個有些方面吧 還是很高明 這個龍成生先生的話呢 他呢有一個特點 就是他的小說節奏呢非常快 而且他的小說篇重是中短篇 所以呢 台灣情況我不太了解 但是就以大陸來說 這三位作家其實在大陸這個武俠讀者 包括這個武俠迷里的話 他們的名聲呢都是響噹噹的 西門先生的作品呢 在八世年代初呢有盜版 《消遣情愁》 還有另外一本忘了名字了 已經在大陸呢就是私下裡發行了不少 後來是福建人民出版社引進了他的雙英神譜 出了十本 然後這個現在也是收藏的這個熱點 那麼龍成風先生呢 他當時的書呢就是叫《雪刀浪子》 這也是盜版 但是呢這個在當時這個八十年代大陸 這個看武俠的人裡頭 名聲非常之大 因為他叫古龍 他不叫龍成風 而且給大家的印象非常的深刻 當時都以為這個就是古龍的這個新作吧 但是後來發現了也知道了 所以現在呢這個龍成風先生的名字也都很熟悉了 那至於說呢這個黃英先生就不用說了 因為他一個是給這個在古龍 在武俠世界連載的《雪鸚舞》 他開始已經代筆了 後來呢自己又有了這個自己的作品 而且呢就是以本名 然後在這個大陸和台湾呢這個發行 當然了這個假古龍呢 打著古龍名字裡頭也有不少黃英作品在大陸 這個說出來稍微有點丟人 但是當時也是現實情況 是這樣 然後之前的話稍微說一點 就是說武俠世界的這個 培育了相當一大批武俠作家 一個是本港的作家 另外呢還有一大批的話呢 是台灣的著名的武俠作家 像剛才電影裡也放了 還有現在照片放的 這個台灣的著名的三剑客 這個沃龍生 諸葛青雲 司馬林 當然這個司馬林先生的作品呢 在八世年代之前 我還沒有在武俠世界的這個雜誌上 還有包括單行本上發現 那麼沃龍生和諸葛青雲的作品的話呢 就比較多了 但是我稍微說一點的話呢 就是在武俠世界創刊1959年的時候 他基本上還是圍繞著咱們香港本地的作家 當時的上面作家呢 一個是提風 然後後來還有張孟環 這個的話呢 他們都在咱們三樓有這個展板上有介紹 歸入了這個江湖遺珠的這個行列 但實際上他們對這個咱們香港武俠文學 我認為甚至是香港文學貢獻很大 這個有機會大家可以去看看展板 他的作品呢也有一些 那麼這兩位基本上都是在武俠世界雜誌上先連載 然後呢結集最後出版 另外的話呢 仍然有一些呢 在武俠世界上發現的這個筆名 我大概算了大概也包括台灣的作家在內 大概有60到70位 那麼其中可能有二三十位實際上不太知道 這個現在找不到是誰 當然也許是某位名作家的另外一個筆名 但是呢幸好呢他的作品留下來了 我自己搜集這個資料的話呢 單行本我算了大概是800部 這是從1959年到2000年吧 因為這個劇的這個出版時間的話 是在最後鎖定在2000年之前 啊這麼一大批這個 給我們香港文學留下貢獻的這個作家作品 實在是值得大家的這個珍惜應該是 好 我就在這 好 剛剛林教授提到這個 我剛剛說的 補充一下哈 這個剛剛說的這個三件下 不知道我在網上查了一下 原來香港有三件下 台灣也有三件下 然後我這裡我說了一下 因為有很多 我剛剛說的香港三件下 對很多香港寫小說的新一代 好像喬靜忽 大家應該認識吧 然後他說基本上他三個 他看到這個圖 這張圖片我不知道有時候是 不小心在百度裡面找到的一件圖片 然後有天我就發在Facebook上面 然後喬靜忽是我的 在每一個大作家的成名之前 其實有很多小的細節 小的一個可能小小的就會影響到 然後另外一個我提到 剛剛提到古龍 然後我跟古龍的姻緣 其實我沒有見過古龍 可是我跟古龍的三個兒子都關係挺好的 他有三個兒子嘛 然後鄭小龍 然後就古龍 大家應該如何 大家很多人都會知道 這個鄭小龍是 之前是馬英九的一個 私人旁邊的一個高手 保鏢 他沒有古龍完全沒有想到 他今天他的大兒子會變成 真的一個武功高手 這個也是挺好玩的事情 然後另外一個是說 我我我之前跟那個九把刀 大家也認識 九把刀他在台灣的時候 我們吃火鍋 然後聊到這個九把刀 九把刀就超級迷古龍的 他幾乎是說古龍是他的 他覺得他是古龍的轉世 這個是真的他跟我說的 可是他覺得 因為他的很多想法跟創作 跟古龍很接近 然後他覺得這是古龍的轉世 然後後來他就查了一下 原來古龍死的時候 他已經出世了 所以他覺得他就很不高興 覺得很不開心 其實這是真的 然後大家有機會見到這個 九把刀可以問他一下 然後他就跟我說 這個基本上他的創作 都給他很大的影響 然後另外一個是 也是我朋友 大陸來的朋友應該知道 小事 國敬明 國敬明其實 你不要太矮矮的 然後他也很喜歡看古龍小說 他也覺得古龍的創作的東西 就對他很大的影響 然後沒有 可是我完全沒有聽過 有人說金庸的寫作的手法 影響到他的創作 這個是兩個最大的差別 很多很多 因為金庸你要學 可能就沒辦法學到吧 所以這個我是補充兩句 然後講到這個台灣的 這個所謂的武俠的作者的話 林教授要好好說一下 有些可能你也認識 有些 因為有一些可能沒有 在武俠世界的年載 可是因為他 因為我可能同事 要做一個三劍俠 然後台灣也找了三劍俠 所以這三位 可能有兩位 所以肯定有在武俠 就是施滿寧 到底有沒有在武俠世界裡面 連載就要看看 有 有 有 這個所謂的三劍俠 最早是葉宏生提出來的 他不但是談到了台灣的三劍俠 也談到了早期的這一個 就是拼監不孝生以來的時候的 這些大陸的武俠發展的三劍俠 比方說 南向北兆和顧明道 他認為是三劍俠 其實這一個大概也是一時興起 因為西方有一部 通俗的作品叫三劍俠 所以他很自然而然地用了 在台灣 他是把沃隆生 諸葛千雲以及司馬林 稱為是三劍俠 也就代表了在台灣武俠小說早期發展的過程當中 三位舉足輕重的這個重要的作家 在這三位作家當中 當時的最大報中央日報連載的時候 幾乎是有非常非常多激進神話式的傳聞 這一個講說豆漿店裡面 這一個生意非常好 高盆滿座 可是老闆都愁眉苦臉的 很好奇問他為什麼 這些人都不走 都坐在那邊 為什麼 因為他們訂了一份中央日報 大家等著要看沃隆生的御采門 所以故意在那邊慢慢地吃慢慢地吃 一定要看完了才肯走 這個當然是有點不太合情力 可是這樣的一個傳說 也就代表了沃隆生 當時這一部小說 在台灣的蜂蜜的這個美麗 這個是我自己本身 也剛好在那個時候 這個對武俠感興趣 那這一個 第一件事情到學校就是 找這個中央日報 豆漿店裡面沒有您吧 沒有您 就是普通的一個豆漿店 這也是報紙上面說的 其實還有 講說大家在公車站牌 公車站牌排隊 然後這個奇怪了 那時候台灣人也是一樣不太守秩序的 奇怪了 怎麼大家突然間這麼守規矩都在排隊了 進前看原來他不是去排隊等公車 是排隊看著一個公車站牌旁邊的 中央日報的報告欄 上面貼了報紙 上面有著一個御采門 那他在台灣非常非常有名 而在同一個時候 香港最有名的這一個作家 當然就是金庸了 那據說這個呢 沃隆生他親口說的 因為沃隆生這個晚年的時候 還有幸跟他有過幾年的這個交往 還跟他算是相當的熟 那沃隆生說 當初他有機會到香港的時候 金庸先生特別的請他吃飯 然後在座還有一位香港的朋友做陪 可是他沒有說是誰 然後在席間金庸跟他講說 這一個在台灣你是武俠的這一個最有名的 那在香港是我 我們兩個人合起來呢 幾乎呢就是代表了 武俠界的全部了 這個言下之意呢 就有點像呢 當初這一個呢 曹操跟劉北在青梅煮酒 論英雄一樣 講說天下英雄 唯死君女曹耳啊 也就是我金庸和你沃隆生了 可是呢 這一個呢 沃隆生是這麼說 不過呢 金庸先生在1998年的時候 在美國是否認他認識金庸先生 沃隆生 那到底誰在說謊 我不曉得 主要是曹操跟劉北的 這個倒不是 要隨時劉北 這個很關鍵 隨時曹操很關鍵 我想呢 這一個呢 就實力上面來說呢 應該呢 金庸算是曹操了 因為呢 實力比較強一點 對不對 那這也就是說呢 沃隆生當時的這一個地位 其實不是他自己吹噴出來 的確呢 他當時非常非常有名 那這一個騎士呢 諸葛清雲 諸葛清雲的這一個 本身是在我所曉得的 這個武俠作家當中 古典文學根底 大概跟梁宇生 是可以相提並論的 非常深厚 而且呢 他能夠自己寫相當不錯的詩詞 那也和梁宇生一樣 他的風格 這一個呢 比梁宇生稍微的比較沒有那麼多的一些變化 他那就是呢 反正才只加上新的 然後這一個呢 整個這個小說的模式化是比較明顯一點 我不是非常非常喜歡他的作品 不過呢 我是覺得他的水平也是在水平之上的 那不太喜歡是因為我個人可能個性的關係啦 那在這一個早期的諸葛清雲當中 諸葛清雲可以說是跟 沃龍生並列的 並列的 那呢 史馬林 其實我是覺得這一次的這個香港的這個武俠主題 沒有把史馬林列進去 我是覺得很可惜 為什麼 因為呢 他是從香港過去到台灣 然後呢 這一個呢 在台灣創作了一段時間之後 後來呢 回到了香港 繼續用天心樂的這個名義 他這一個呢 還是在一些武俠小說 而呢 我個人是認為 其實呢 在三間課當中 後來居上 我覺得史馬林的這個成就 比沃龍生還有諸葛清雲來得更高一點 所以我當初呢 我在決定開始做這個武俠小說研究的時候 我第一件事情我就是要去找 這一個呢 在台灣最有名望 而且呢 這一個呢 對武俠小說研究最深的這一個 葉先生去取經 那呢 我記得呢 當初我在中央研究院文哲所 當這個短期研究員 他也剛好住在一個戲子的附近 所以呢 我就這一個呢 趁著這一個 禮拜六下午沒上班的時間去找他 然後呢 我們兩個呢 從這個下午1點鐘一直聊聊到7點鐘 都沒有停過 那呢 為什麼會聊得這麼樣熟悉 因為呢 我們兩個發現我們有共同的 喜歡的作家 就是史馬林 那我也覺得 史馬林的這個作品呢 被嚴重的低估了 所以我後來呢 寫了這一篇有關於史馬林的論文 叫《蒙城的明珠》 《蒙城的明珠》 我覺得呢 這一個呢 可能呢 有耐心一點去擦亮一下 那呢 可以發現到 史馬林的這個小說的風格 他和金庸不一樣 和古龍不一樣 他呢 有他自己非常非常獨到的特色 這個我在北京有一位非常有名的 這個武俠界的這個朋友啊 那那就是北京電影學員的《沉默》 《沉默》呢 對於這一個呢 港台的這個武俠熟悉的這個程度 幾乎是說了若子掌一樣的了 那他也寫了非常非常多的 有關於武俠的評論 尤其是金庸的評論 可以說到目前為止 還沒有人超過他的 而且呢 這一個見解非常非常精闢 他在早期的時候呢 他對史馬林認識的也不多 最主要的是因為呢 這個呢 史馬林的小說 在大陸出版的時候 一大堆不是他的小說 全部都刮史馬林的名字 所以呢 他當初寫這個《新武俠二十家》的時候 他呢 這個呢 評論史馬林的這個書是評價很低的 很低的 然後這個呢 他也不太明瞭 為什麼我和葉先生兩人 對史馬林這麼推崇 後來呢 在1998年我在美國碰到他 我想說 你呢 你呢 拿來做這個分析樣地的三本 史馬林的小說 有兩本不是他的 那你怎麼可能呢 後來呢 然後呢 史馬林小說就找了一套 香港是廣東人 不過他一直是香港這邊出生的 當初也是以香港喬生名義到台灣去讀書 然後展開他的武俠創作的事業 我覺得香港人應該不要忘記這位這麼樣重要的作家 我補充給他好嗎 剛剛林教授提了兩個人 一個是司馬林 一個是陳墨 我講廣東話 講漫漫的 你漫漫的 這位司馬林先生 我未見過他 但我對他有點感情 因為他那個哥哥是我們的體育老師 他的哥哥達蘭草特 叫做黃月安 我在看書的時候 我就講金融 他就跟我說 葉關琪 我的真名 他說 你知不知道我弟弟都是寫武俠小說的 不過他說 不是 他在香港 在台灣 他去了台灣讀書 他給我看過一本 我的印象很深刻 昨晚我第一次見到林教授 他送了一本書給我 我一揭 我看到他說夢塵的明珠 司馬寧 我有點感觸 把他看完 我覺得有感覺 因為林教授和司馬寧的作品 分析得非常細 他真的了解到司馬寧 我覺得司馬寧是唯一可以和金融比較的作家 不同的風格 以及他的學識 他的寫法的風格 都是令人耳目一新的 但我都說 世上的作家是講運的 他就是夢了陳 另外他說的陳脈先生 我就很佩服他 不是他寫金融寫得好 而是他寫梁宇生先生寫得好 他又要求陳摩先生 比較精勇跟梁宇生 他說了很多金融寫得非常好 到寫梁宇生 他就寫得厲害 梁宇生先生的作品非常好 很有內讀性 最好就是詩詞 我看了之後 我覺得陳脈的智慧是韋小寶 非常尷尬 他避重就輕 因為他知道很難把梁宇生和金融去比 但他不稱讚也不行 所以詩詞歌父寫得非常好 沒有說他的故事好 也沒有說寫得非常好 所以我對陳脈先生有很多很深刻的印象 他寫金融分析得非常好 但他真的看到梁宇生 好像我們林教授 他是說真話的人 他不知道怎樣說 詩詞歌父寫得好 因為收他文章的書 是廣西蒙山時出的 即是梁宇生的故鄉 你不可以怎樣批評詩詞歌父寫得好 但他說的確是對的 如果說詩詞歌父 梁宇生的確比金融高 金融不太懂詩詞歌父跟我一樣 他喜歡看的 他寫的小說 詩詞的梅目 尤詩都會錯的 平質都不對的 我就哭了 我跟他說你不用寫那些 你寫古詩就行了 為什麼呢? 古詩又不用說平質的 什麼一定要平質呢? 我們避寵就輕 我們餵小婆比較好 所以陳麥先生 給我印象 很深有時間請你接受一下 我很佩服他 他讚得對 又不會得罪人 所以我向陳麥先生 多些學習 司馬寧 我希望 領教授會去多接受 我也多看 我也會寫關於他 我覺得很可惜 很遺憾 就像今次 我們這個書節 都沒有說司馬寧 是我跟林教授說司馬寧 林教授是他的作品 因為他是我老師的弟弟 又是香港人 如果司馬寧 可以跟金融先生並肩 都是我們香港人的光榮 因為司馬寧先生 都是香港人 香港不是文化沙漠 香港是出的最厲害的人才 是吧 動漫有私人藝 寫掌戶有沈西成 挺好 自己碰到自己 對嗎 香港人支持香港人 好嗎 好 我選了三張圖出來 大家可以看一下 有一些都是顧先生找回來的一些圖 因為這次沒辦法把它都整理出來 然後其中一個目錄 大家可以看一下這個 沈大哥有一個作品 叫做《紅衣女郎》 那就知道他寫什麼了 是不是 是嗎 有紅衣女郎 用什麼筆名 沈西成 我有寫過這些東西 不是我 可能是貓衝 真的 你給我看 我真的有時候不記得是問我自己寫的 不記得 這個不是 OK 然後這樣我也想了解一下 大陸有關 大陸讀者 一般還是收藏家 我發現這個 大陸的收藏家 可能 這個是地產霸權的問題 因為大陸的收藏家 其實比香港厲害很多 因為他們地方大 所以收藏的東西比較多 香港我們地方小 所以我們也沒辦法收藏太多東西 所以顧先生家裡大 收藏很多 所以他們其實也是很好的 他把我們香港把大陸有一些 可能文革時代什麼東西留下來 大陸把我們香港有一些文化的圖書留下來 其實兩岸三地我覺得 他們不能留 不能留 OK 大陸其實對一個武俠世界的 現在這個感覺是怎麼樣 你那是一批的讀者也朋友 他們怎麼看法 武俠世界的名字在大陸的讀者裡 還是廣為人知的 尤其是這個武俠愛好者 今天來了這麼多的朋友 這裡頭其實有相當部分 都是我們大陸來的這個愛好者 是吧 香港幾差 那個趙先生 你站起來 然後咱們大陸來的這個武俠愛好者 給大家打個招呼好不好 這個著實有一些 是吧 然後今天大家來捧場 這也證明了咱們這個武俠世界 在我們這個大陸武俠愛好者 這個心目中的地位 其實真正的我 據我所知呢 就是大陸讀者 對武俠世界的開始認識 是來自環球出版社和武林出版社 它的單行本 這個武俠世界的單行本的話 在大陸讀者裡頭是 非常的熟知的 最開始呢 在80年代初呢 是以盜版的形式 當時因為也沒有人管 所以盜版形式的話呢 現在也沒有人管吧 現在管得很厲害 好一點 不用現在 因為在1988年的時候呢 新聞出版署夏文 規範了這個所有的這個 引進的版權 所以真正的在1988年之後 出版的武俠的作品集 尤其是名家的 蕭逸呀等等 包括諸葛青雲 尤其在80年之後規範 但是沒有出完整的作品集 到了1990年代初 那麼作品集就比較多了 這個呢 都是得到了出版社和作者本人的授權 這個以前這個 胡亂出的書 就很少了 那麼在之前出的書呢 實話說呢 雖然這樣做法不對 但是也得感謝這樣做法 讓我們大陸的讀者呢 很早就對這個 咱們香港的武俠 包括台灣的武俠 有了比較廣泛的了解 像剛才那個照片顯示的 這些作家 作品 當時在大陸 通通的都出現過 而且呢 也是我們大陸武俠讀者 都熟知的 甚至包括我們剛才說的三堅客 這個 新文丁先生的名字呢 是 雖然是盜版 但他就是本名 還好 大家都知道 其他的像這個 比如說龍成峰的這個 鴛鴦雙煞 最后七雞啊 什麼這些 都是 有的叫龍成峰 有的就是古龍 等等 古龍的名字還是比較小 不過還沒有人拿金庸的名字冒充 冒充這個 就是龍成峰作品沒有用金庸的 看起來風格還是容易被大家識破 所以沒這麼幹 剛才說的 說一句 剛才補充一句 司馬鈴先生的作品呢 後期在八十年代 八零年以後 在武俠世界就有連載 是他後期的作品 就是這個 走的是 其實是古龍的風格 然後 是探案 是 這個沈神通的這個故事 好像據我所知 他有一本書在 是在桃園盜版吧 好像用的是西文丁先生的名字 出版 叫龍王之死 是叫什麼書 我是這樣 所以就說這個 還是港台兩地也是交流 還是蠻廣泛的 應該說 在盜版上面 對 這個 司馬鈴的這個名字 因為呢 這個 後來1972年以後 那這個司馬鈴呢 好像是 在台灣犯了一點事 結果呢 他回到香港 回到香港之後呢 他就不敢回台灣 因此呢 這一個台灣的這個出版商啊 就這一個 趁著司馬鈴呢 管不到事情的時候 就把他的這個名字呢 大肆的濫用 不管是誰的這些作品 反正呢 這一個呢 愛提就提 就把這個 梁以勝的這個 禁用的這個小說 全部都掛上司馬鈴的這個名字 出版 當初呢 這一個我在年輕的時候 還上當了幾次 因為呢 這風格明顯不一樣 所以呢 這個期待 這個呢 因為我當初看了這一個 這個 金庸的這個 《笑傲江湖》 他當初是用這個 司馬鈴的名字出的 結果呢 說真的 司馬鈴雖然我是非常喜歡 可是跟金庸還是有點距離 所以呢 我看到我嚇了一跳 怎麼可能 突然之間寫得這麼好 後來才知道 原來是金庸小說 那司馬鈴這個呢 因為呢 香港和這個台灣 在當初大陸還沒有開放的時候 這個呢 雖然是有一些 互訪的限制 必須要探親或是工作緣由 才能夠從這個台灣到香港 可是呢 文化的交流是非常非常頻繁的 所以呢 台灣的武俠作家 那幾乎呢 每一個都在 這一個呢 香港的各個武俠雜誌上面 是有著一個連載的 然後呢 香港這些作家的這些書 那你也常常都在台灣可以買得到 甚至呢 這一個呢 像這個張孟環 像東海漁翁這些 這個呢 也是像真名出版社都是有正式出版的 而且掛它的這一個真名出版的 那這一個交流非常非常頻繁 可是呢 因為在那個時代啊 沒有著作權的觀念 所以呢 這個名字呢 張冠立代 一幕混珠的 非常非常的嚴重 那呢 到後來 這個呢 大陸改革開放 引進台灣的這個 香港武俠小說的時候 那我記得呢 這個第一次在香港開這個 有關金融小說討論會的時候 就有一位大陸學者提出了 一份金融小說的這一個書目 結果呢 居然有一百多種 其實 對這個 這個說句不太恭敬的話 這個大陸有些專家的話呢 這個對於作品的辨別能力 還不如我們在座的這個 我們大陸的武俠讀者 他們精通 他們至少說能夠 多少能分辨出來 就是從行文風格上 也能區分出 比如說 獨孤洪啊 諸葛青雲啊 雲忠岳啊 陳青雲 包括陳青雲在內 都是能區分出來的 但是作家可能更注意的是 文學技巧 所以他可能不太關注這些東西 因為鬧了笑話 好 時間過得很快 然後待會我給大家 一段段的時間可以 大家進行這個Q&A 有些問題可以討論一下 然後下面我再把 我還沒做 沒辦法談完的這個PPT 給大家看一下 然後另外就是說 《武俠世界》裡面 有很多改編的 所謂的小說改編成 電影 有一大堆 然後大家如果有興趣 其實可以上網 現在基本上 到版都在網上都可以看到的 可是有些品質比較差一點 然後大家可以 如果喜歡的話 可能先看電影 再看小說也可以 然後這個時候 一大堆我找出來 要同事找出來 一定要給大家看一下 我覺得 我個人覺得看到這些海報 我覺得以前的海報做的 比現在好很多 如果看到現在 最近 因為我也有參與很多電影的事情 所以看到最近 大陸也好 香港也好 台灣也好 電影好 都沒有它的味道 有一點 真的也無瑕的味道 OK 然後我們就進入這個Q&A之前 我先說一下有關這個 我希望看的未來 這個有關武俠世界 一些發展的一個做法 然後之前我跟那個社長 也聊了一下 下一個 這個是我們一個起點 我希望可以辦一場 這個武俠世界的一個展覽 這個時間可能會 希望可以明年還是後年 到時候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當然會在香港辦 到時候大家 也要有一些朋友要幫忙 提供一些展品 所以我基本上我家裡 我就是什麼武俠世界的東西 都沒有的 我就在 所以可能要在雜誌社找一些 然後主要還是我們一些 讀者的分享 這個是第一個 然後第二個是說 我希望可以出一本專刊 然後我特別是畫冊 有很多封面 以前的插畫 其實都很好的 我覺得我現在已經找了他們 已經跟那個董老師 這個 董裴三星商 聯絡上 然後就希望可以 他也要進行 要現在我們不是盜版的世界 我們要把這個版權搞清楚 希望可以把做一個畫冊出來 然後把以前的這些重要的圖片 把它記錄下來 然後第三 我希望 我可能很快會辦一個 老讀者的一個 下午茶這樣 因為 應該以前都沒有搞過 因為他們這樣出版社裡面 有很多是老讀者 沒有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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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可以跟他們有些交流 就辦一個 可能很多都70歲 80歲過來 然後就說 我沒死你 千萬不要死的雜誌 千萬不要死 然後這個我也希望可以做 通過他們做一些交流 最後我也希望可以拍 可能會想拍一個 武俠世界的一個網絡大電影 這個是比較特別的 然後網絡世界大電影有什麼好拍 之前我本來想跟社長這邊 去討論一些經營這個武俠世界 這個品牌 然後後來去查了一下版權 都給人家註冊了 大陸商標都給 還好這個商標是註冊在大陸的蜗牛 蘇州蜗牛是我的好朋友 老闆是我的好朋友 所以我可能會接他用一下 武俠世界的商標 已經給人家註冊了 所以希望可以拍一個 網絡大電影是什麼意思呢 不是說打的武俠 我希望可以講一個創刊到 這個有點故事上的紀錄片 也不是紀錄片 人都不在 很多都不在 就是可能會拍當時 就是60年代開始 剛剛有關武俠世界 裡面會出現可能年輕版的霓框 年輕版的不同的作者 這個我覺得挺好玩的 希望可以做這個事情 所以這一些未來 這一大堆的事情 我就希望可以在未來兩三年裡面 可以慢慢一步一步把它做出來 希望大家也支持 謝謝大家 然後今天下午 現在有沒有一些問題 可以問兩位朋友 請問兩位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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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中國人來講 去中國人? どう認為中國人呢? 因為我英文不是非常好 不過呢 你說這是問我說 這個武俠小說 對於中國人來講 有什么样的实质的一些影响 或是帮助吗 是这样的意思 它其实可以带给 你觉得这样的这种文学 其实从小很多年轻人会看 你觉得给予年轻人 或者给予中国人 带来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意义 或者会教育人们 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标 这个基本上面 在所有的当代的武侠的类型 里面来说 就是说小说类型来说 武侠这一样的一个题材 实际上面是跟中国的传统文化 是最紧密作结合的 那这一个历来都有一句话 凡是有华人的地方 就一定有武侠小说 那为什么华人会对武侠小说 如此的喜爱并欢迎 他的读者往往都是数以亿计的呢 那其实非常简单 因为我们的武侠小说 通常把这一个背景放在古代 放在古代 这个古代呢 很可能就是中国历史的古代 大体上面在鸦片战争 以前的这样一个时期 而呢 一个作家 那他必然呢 在描写他的这一个武侠小说 牵涉到了这个古代背景的时候 一定会把整个这一个 当时的这一个相关的一些 思想文化 传统都放到里头去 那呢 因此呢 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武侠小说也往往就含蝉了 这一个呢 作家所描写的这一个时代的 许许多多的一些 相关的思想背景 或是说 他的一些文化的这个概况 而呢 中国传统的 如是道 三家的一些思想 一些观念 也就透过这一个武侠小说 而慢慢的开展出去 影响到了当代的这些中国人 所以呢 我们为什么会对这一个 所谓的中国的忠孝解义 对于这一个呢 古代的这些侠客 所讲的这些仁义呢 如此的重视 武侠小说是一个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媒介 也因此从这个角度来去说 那呢 武侠小说至少呢 他可以教导 许许多多的一些人 那么呢 我们如何立身寻道 那呢 如何呢 做出对得起自己的事情 那呢 其实呢 就在这样的一个思想的 这样的一个维持上面呢 我是觉得是 有非常非常大的 这一个作用的 好 谢谢您 对不起 再占用您的时间 我想再请教一下您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 接触到一些国外的人士 一些外国人 他们其实是如何看待这个 中国的这样一个传统的文学 传统的文化 这个请您给我们分享一下 好吗 这个一般的这一个 另外您又是怎么跟他们分享 我们这个中国文化的 这个一般的这一个外国人 对中国呢 总是充满了许多多的神秘的 这样的一个 这个幻想 那么呢 老实讲呢 因为他们不了解中国传统文化 所以呢 当他们呢 这一个呢 的彼端 或是说 他们用影片 企图来表现 这一个呢 中国题材的时候 其实呢 就我们自己传统中国人来看 往往是觉得不对味的 那呢 武侠这样的一个东西 这个尽管有一些人认为说 哎 比方说呢 西班牙歧视小说了 可能可以跟这一个武侠小说 相提并论 可是实际上面 这还是两个完全不同文化东西 所运营出来的 因此呢 在这个情况之下 老实讲呢 这个呢 大概在李小龙的功夫片 这个呢 传到这个西方世界之前 那呢 这个西方世界对于 所谓的中国的武侠 是完全隔磨的 不过呢 也正因为呢 李小龙的功夫片 打开了他们的 这个西方人的 另一道眼光 那呢 他们会觉得说 为什么中国人 会有这样的一个 相当神奇 而且有趣的一个 所谓对武术的 这样的一个追求 然后呢 也就有一些学者 开始呢 走向呢 去探究 到底呢 武侠是什么样子的 这样的一些人 那我自己本身 认识几位 这一个 研究这一个 金融小说的 比方说 现在在华盛顿大学的 这一个 克里斯托夫 克里斯托夫 那这一个 他也是 我在1998年的时候 在美国 科罗拉多 这个认识的 他为了要做 当初他还在念博士班 他为了要做 这一个金融小说研究 他到香港住了一年 然后呢 每天跑香港大学图书馆 然后呢 收集了非常非常多的资料 然后呢 对这一个 香港本身的这一个 整个这一个 社会的变迁 和经济的状况 以及呢 这一个呢 各种的报纸里面 所看待的武侠主题 他觉得非常非常的感兴趣 而呢 他呢 目前呢 也在这个 华盛顿大学任教 他呢 基本上 虽然没有 完全开设武侠课程 可是呢 他一直认为 武侠小说是 中国人 非常非常特殊的 一样的一个题材 那呢 这里面呢 承载了非常多 西方人未必了解的 一些中国的文化概念 那呢 在日本 那呢 有一位 叫做 钢琪尤美 早稻田大学的 这一个 这个教授 那呢 他也对武侠小说 非常非常感兴趣 他曾经主持了 金庸的小说 还有古龙小说的 翻译工作 那呢 这个呢 这里本身也写了 一些 这个相关于 尤其是中日 中日之间的 这个武侠小说 和这个建科小说 这一样的一些比较 那呢 他也对这一个 武侠小说是 充满了 这个 激赏之意 所以那 他们这个 基本上面 我认识的 还有 现在 忘了再来 说他 一个华裔的 一个刘毅德教授 他曾经呢 写过 我自己本身 所写的 这一个 武侠小说发展史的 一个凭借 还算是给我 相当好的 这样的一个凭借 那呢 他是一个华侨 是华侨 可是呢 他对武侠 也是呢 相当相当的 这个 惊喜 也是对他 对武侠呢 是有研究的 我在淡江大学 成立过一个武侠小说研究室 那这一个呢 因为当初 我费心的收落了非常多的一些 第一手的武侠资料 而我在主持的那几年当中 那呢 陆陆续续的 有很多的外国 包含了日本 包含以色列 包含了希腊 包含了德国 包含了英美的 这一些 这一个 教授 或是说一些研究生 他们对武侠小说有兴趣 全部都跑到淡江来 他们要来看一看 到底这些东西是什么 那呢 不过呢 因为 这一个呢 要读武侠小说 说真的 以外国人来讲 他是没有办法 透过翻译 读出一些 所谓的武侠的精髓的 那这个东西 你必须要有一些 比较优厚的 这个中国文字的训练的能力 而武侠小说和 当代小说又不太一样 它呢 文字比较古雅一点 有时候有一些 文言的一些东西 所以那这一个呢 老实讲呢 西方的这个学者研究 这一个领域的 还算是相对的 比较偏少 请问林教授一个问题 就是您个人对 台湾的上官鼎 他的武侠小说 有什么评价 上官鼎呢 这个基本上面是 这个以刘教玄 他们三兄弟 这一个呢 为主和联合写的 这个小说 那那这一个 我采访过这一个刘兆玄 那么呢 他是说 这个当初他们兄弟 之间分工合作 一本书常常是 三个人合力完成的 那那这一个呢 分别呢 这个有不同的 这一个侧重 那那比方说 刘兆玄呢 可能呢 以故事情节为主 然后呢 这一个呢 刘兆玄 可能就是以这一个 而你之间情感为主 那那各有分工 那那各有分工 不过呢 这一个呢 这三个人因为呢 彼此性格不一样 所擅长不一样 所以呢 上官鼎的这一个小说 尽管呢 一般的评价 还算是相当的不错 例如说陈沙古 那那这一个呢 算是他的这一个代表作 那七步干戈 我也觉得写得非常好 不过呢 这个毕竟是三个人合写的 那那彼此在联系上面 常常会有一些气不足 或是说一些断裂的地方 这就影响他在整个 这一个武侠小说当中的表现 那那这一个 刘兆玄是在念 这个高中的时候开始写 那时候也年轻 然后呢 后来到大学毕业之后 他当完兵 他就到外国留学了 那从1971多年开始 那他就没有写武侠小说 不过呢 因为呢 这一个呢 在当时的小说家里面 他还算是写得 比较具有水准的 尤其是我是觉得 他呢 这一个后来 接替了这一个 古龙学建筑梅乡 这个呢 他的接替呢 比后来古龙呢 不太服气 又呢 重新写神军别传 我觉得呢 古龙的神军别传 是远远比不上 建筑梅乡的 那那算 可以说呢 也算是相当不错的作家 不过呢 我一直没有把他当成 一流的作家 他大概是二流之手 二流之手 那这一个后来 在前年的 前年呢 这一个 他突然之间呢 又想要写武侠小说 所以呢 就写了这一个 王道健 王道健 那那王道健 这一部小说 我不晓得 你们想听我的实话 还是想听我的谎话 这一个 我写了有关 这一个 王道健的 这一个评论 那那这一个 基本上 推崇的比 批评的多 可是呢 基本上面 实际的话呢 因为呢 这一个呢 是应人家所要 那呢 他希望我少说坏话 所以呢 我是比较 这个手下留情 可是呢 我是觉得 他的这一个 所以因为呢 这一个小说 写小说 文笔啊 这个东西呢 所谓的 如逆水行舟 不进则退 那呢 刘兆贤呢 他呢 在这么多年以来 一直都是做 教授的工作 做校长 做行政长官 没有时间去读 其他的作品 所以呢 他在整个记草上面呢 还是非常非常传统的 而武侠小说 从他开始写 六零年代 一九六零年 以后开始写 那那到了这个 二零零零年 已经快五十年了 还是用 同样的一个格局 同样的一种 叙事模式去写 我是觉得呢 恐怕呢 是有一点隔磨了 隔磨了 那那当然呢 就一般的这个来讲 王大俊 还是呢 有可读性的 可是呢 我对他的评价 就不会太高 不会太高 那那这一个呢 他得利在历史 尤其是呢 他对这个 有关于明慧地 流亡的这个历史 他做了相当的 多的一些考证 可是我们晓得 这个呢 武侠固然可以得利于 历史的厚重感 可是呢 历史不等于文学 好 有插一句嘴 这个 不抽象 稍微插一句嘴 就是这个 刚才林教授的观点呢 这个不仅是咱们学界 那也证实我们这个 大陆武侠读者 看来对这部书的看法 也是接近的 就是这个 刘先生三十年间 没有进步 OK 然后今天时间差不多 这个大侠不叫吃饭 我们要吃饭 所以 我们就 这个就完了 谢谢大家参与 好 谢谢 谢谢